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往年十一一般是大家出门旅游的时间 是旅行的最佳时间 所以叫做十一黄金周 但是今年因为经济不景气 很多人收入下降 可能就没心事旅游了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是想出门的 他们不是为了旅游 而是为了出门上访维权 他们是一些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因为政府的不好的政策 不公平的政策 而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的那批人 还有一部分是因为受到贪官污吏 欺压打击的那一部分人 还有是因为受到各种社会不公 而不能够正常生活的人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P2P爆雷潮 就制造了上千万的受害者 还有一些是没有被正常的安置的这些退伍老兵 还有一些是因为没有拿到工资的工人 老师甚至是公务员 还有一些是被强征了土地的农民 被强拆了房屋的市民 所有的这些人 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对现状不满的这些人 十一就是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上访维权的时间 所以我们全民共振平台推出了十一维权州 这样一个概念 希望所有的想上访的想抗议的 想走上街头去表达自己诉求的人 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十一旅行的黄金州 变成十一上访州维权州共振州 那我们到哪里去上访维权呢 最好的地方当然是北京 北京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 他们有最大的权利 你提什么要求 他们都有权利啊 都有权利都有能力来答应我们的要求 能够办得到 那有一些朋友说北京太远了实在去不了 那么你就去你本地的本省的省委 要求去见省委书记 省委书记他是权力最大的 大家记住不要去省政府 一定要去省委 他们才有权利真正的做出决定 那有些朋友啊实在是困难 省委都去不了 那么就去你们本地的市委和县委 要求去见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 要求他们来为我们服务 这么大量的所有的这些有利益诉求的人 如果大家一起来维权上访 一起来抗议 那就是成百万上千万的人一起走上街头 那就会给北京的这个最高领导 给各省的省委书记 各市的市委书记 县委书记 给他们造成巨大的政治压力 那有压力了 他们我们的诉求啊 就能够得到满足 那有一些朋友啊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他们认为啊 这个只有诉求相同的人 才能够在一起维权 不要跟其他的群体啊混在一起 因为人多了政府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 那这是完全错误的 有常识的人都知道 那人多力量大 你势力大了 压力就大 那感觉到压力大了 他们呢 就是政府的那些人呢 他才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啊 不是靠的 祈求啊 有压力 让他们觉得受不了了 让他们觉得啊 这个如果不给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就会把事情闹大 然后把全国搞乱 就会把他们推翻 这个时候 那我们提出任何问题 他们都会解决 如果我们只有几百个人 他们就会来啊 抓我们打我们 如果我们有几千个人 那他们就会派警察过来 冲击我们 驱赶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有几万个人呢 他就会啊 老老实实坐下来呀 跟我们谈判 如果我们有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那么他们就会啊 答应我们的任何要求 所有的警察都不敢动了 所有的武警 甚至是军队 都会过来支持我们 这就是人多的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 他们这么害怕 群众大规模的上街 上一次啊 这个P2P的受害者 大家有八千七百多人 约好了上北京去上访 就让整个北京啊 就如临大敌 他们把北京周边的 所有的这些交通要道啊 全部都堵住了 那沿途的来排查 到底有哪些人去 想上北京去上访 结果呢 还没有拦住 还是有几千人到了北京 如果我们有几万人 有几十万人 他们能拦得住吗 根本拦不住 拦不住的时候啊 他们就会答应我们的要求 那还有一些人呢 他们认为呀 现在政府经济困难 没多少钱 不可能答应所有人的要求 那我告诉你们 你这个真是大错特错 他们现在经济啊 确实有点困难 但是呢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他们还是有些家底的 就是在几天之前 他们还给几十个非洲国家 援助了600亿美金 相当于人民币啊 就将近是4200亿人民币 把这4000多亿的人民币拿出来 几乎就可以满足 我们所有人的诉求 他们能够给非洲人 那为什么不能够给我们中国人 那些钱本来就是 我们中国老百姓的钱 是我们的血汗钱 是我们交的税 是那些贪官污吏 从我们手上啊搜刮过去的 抢夺过去的 现在我们就要给他们施压 让他们呢把钱还给我们 这个才是正道 如果我们给他们的压力足够大 他们就一定会还给我们 我现在要提醒一下大家 想要从政府得到补偿的 大家得赶快行动 赶快向他们施压 因为呀 他们现在啊 在全世界到处撒逼 那这群败家子啊 在他们把中国老百姓的钱败光之前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 我们想要的利益拿回来 一定要得到补偿 如果是再过一年两年 他们可能就真的没钱了 那个时候啊 大家怎么样都要不回来了 所以现在赶快行动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 十一作为大家共同行动的日子呢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十一这几天呢 人口流动量非常大 火车上公共汽车上 各种交通工具上面到处都是人 所以他们要从这么多的人口中啊 要拦截那些上访维权的人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十一啊 是他们这个取得政权的纪念日 政治敏感度高 如果我们在这一天呢 大规模上返维权 那给他们的压力是最大的 因为从习近平到县委书记 他们最怕的 就是事情处理不好啊 老百姓在这一天 闹出大乱子来 他们的生日啊 就变成了忌日 因此为了避免这一天出大事 他们就比较容易答应大家的诉求 花钱能够摆平的事情 他们一定是不愿意 冒失去政权的风险的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 过去给大家建议的 是在同一天上街抗议 集中力量 但是现在为什么改成一个礼拜呢 这是因为我们经过 充分的仔细的调查研究之后 大家提出了一个方案 群体事件呢 它有这么个特点 就是大多数的事件呢 就会持续到三天到七天 因此呢 你各种不同群体的抗议活动 只要在三天到七天之内相距发生 那么就会形成互相声援的那种效果 就会在全国范围内 形成一个持起比伏 互相呼应的这种效果 就会形成共振效应 因此我们建议大家 要尽量的选择在十一 这个去上访 但是如果是实在是不方便的 那我们就在十一之后的这几天 也可以只要在十一黄金周之内 举行我们就可以和其他的这个群体的维权活动 连成一片 这样呢 还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把维稳的这个战线呢 给他们拉长 让他们打疲劳战 消耗战 维稳的资源消耗的越多 我们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请大家在十一维权周一起来 要么去北京 要么去省城 要么去本地的市委县委 提出我们的诉求 发出我们的喇喊 那另外呢 也请大家记住 我们全民共振平台绝对不鼓动 不想上街的人 不敢上街的人去上街 我们只是想给那些希望通过上街维权 来拿回自己利益的这样的一些人 提出这个关于行动的时间 地点和方法的一些建议 接受这些建议的人越多 一起行动的人就越多 那么就会形成这个共振效应 就会越有力量 没有利益诉求的人 不想上街的人 不敢上街的人 你们千万不要去 另外呢 我们也提醒 那些已经被监控的民运人士和维权领袖 你们千万这次不要上街 你们在家里待着 你们在家里就可以牵制警察的力量 你一个人坐在家里面 差不多要十几二十个警察 才能够看守住你们 你们牵制的警察越多 对我们整体的维权事业的贡献就越大 如果你们贸然上街 走出家门 可能没多远就会被警察抓住 那一旦被抓了 关到牢里面了 只要一个警察就可以看你们一大批的人 限制你们的自由 从这个实际效果来考虑 那民运人士和维权领袖 不要参加这个十一维权州的共振活动 我相信将来将来某一天 当整个的事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之后 一定有大家的用武之地 关于这个十一维权州的消息 我们会尽量的推广传播 希望接受到这个消息的朋友 只要大家认同这个公民维权的这个理念 就请大家帮忙传播 传播的面越大 参与的人就会越多 成功的机会就越大 人多到一定程度 我们甚至可以改变这个国家 甚至可以让这个国家发生根本的改变 甚至可以让所有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 那我们的终极的目标也就达到了 因此我们恳请所有的海外的朋友 都来向国内的这些群体 来传播十一维权州的消息 那国内的朋友在网上大规模的这种传播 那是有风险的 因此我们希望大家只是私下的传播 大家向各自地区的维权群体 比如说老兵的群体 比如说P2P的滥友的群体 欠行教师的群体 所有的这些有利益诉求的抗争群体 向他们传播 只要我们向这些群体中的少部分人 哪怕是两三个人传播了 那么这些少部分人就会把这个消息 在他们的微信群和QQ群里面再去传播 整个群体就得到了这个消息 那整个群体就有可能参与这一次的行动 现在离十一还有二十多天的时间 让我们一起来传播 一起来形成一个共识 一起来进行我们共同的行动 维护我们共同的权利和利益 谢谢大家再见